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來研究 分享一下 英國有統計說 現在男人禿頭越來越多 還有一點 不只說這樣 女人也是 因為壓力大 很多人常常會有一些狀況出現 然後頭髮開始就掉 掉落 所以有時候我跟朋友在那邊 問男生 因為他們很在意那個沒頭髮 我說 你是要吐頭還是要住肚子 然後 通常男人就會想了半天 好的 今天在現場有兩位男士 我待會兒來問他們這個問題好了 好 我們來歡迎今天 特別來賓張克帆 美鳳姐 曾醫師還有麗庸哥 對 還有選的 我們都歡迎劉麗庸先生 我是美鳳姐 還有克帆哥大家好 這個 剛剛美鳳姐說到一個重點 如果男人禿頭和大肚子 說老實話 這個不甘回首過去 是 好 還有 我們要問一下女生 就是我們的嘉一 就是 曾醫涵 韓醫師 你好 鳳姐好 兩位好 好 那麼基本上 頭髮就是給人家第一個外貌 但是身形 肚子太大 很多衣服也不能穿 真的這也是一個困擾 你本身會有頭髮會比較 我的爸爸已經是完全頂上都是光的了 所以我應該也有遺傳 就是所謂的這個雄性凸 是 這遺傳也有關係 但是我爸爸自己是說 因為他是飛行員 他說他是戴那個頭盔有沒有 飛行的時候戴頭盔 但我 我聽他講 我以為 我看阿公 我阿公也是沒有 這樣 所以我可能家族性就有一點 可是你不慌 你都不希望 禿頭也不希望大肚子對不對 我跟你講 其實為什麼要選大肚子 因為 對 所以 但是我是從小 就是因為家裡 本來就不是屬於 頭髮很茂密 然後每一根又粗的 我就是那種細細 台灣外公是什麼 英文 好名 十個禿頭 九個腹的那一種 是 對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那個肚子是不會削的 對 你瘦不下來 所以你要選肚子一直很大 還是就是眉頭髮 很多男生有人告訴我 他說 他寧可禿頭 不要大肚子 他說 然後身形好得好 也是很有型 但是我說 那你要考慮到 你是不是脖頭 你如果旁邊也很難看 對 如果頭襲又扁 然後又沒頭髮 那糟了 這個就壓力很大 非常大 我更怕是說 只有這一邊有 然後把它整個輸過來 對 就瞞天過還行 要是哪一天國獎 我應該會戴髮片 尤其 美鳳姐 你剛剛說到一個重點 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去剃光頭 對 而且你看 我今天做到克帆哥的旁邊 那個壓力很大 各位想像一個畫面 長成這個樣子 克帆哥這麼帥 兩個人變成光頭 你會看他還是看我 對不對 所以 真的跟頭型還有五官有 不會去看宅宅 延程去 是 看不看我們兩個 那今天這兩個的話 沒得選的話 說實在會選擇看你 沒錯 謝謝 感覺 對 沒錯 但是這個 有時候我們在講 那個頭髮除了這個遺傳 還有後天 這個叫問一下那個嘉儀 後天會怎麼樣造成 就是大家都頭髮好像 洗個頭掉好多 到底正常 是應該多少髮量 一般人來說 一個人他有10萬根的頭髮 平均來講 其實在西方人 他的頭髮密度是比較密的 大概每平方公分 會到200根頭髮 我們在亞洲人的話 大概是120根到150根頭髮 這是一般值 頭髮它平均一個月 大概會長1公分左右 對 這個會 因為你看那個染頭髮 那個白髮一下就長出來了 就是你說 對 那又不能常染 但是洗頭都會跳頭髮 對 正常人其實每天 大概掉的量都 至少有6 70根 只要在100根以內 其實都算正常 那如果說長時間 每天都掉超過100根 那可能就是要再進一步 做一些檢查 這個100根 有的時候洗完頭一堆 但是大家先不要害怕 你長髮 你會覺得一坨很大一坨 它一根就很長 所以短髮如果還一坨 那真的壓力很大 就要注意了 對不對 壓力很大 有時候我們要看 頭皮健不健康 是除了遺傳會凸 還有保持乾不乾淨也很重要 是可以測試一下 頭皮乾不乾淨 對 跟影響根部有關係 現在就檢測 看它的頭皮健不健康 OK 我們來看一下髮炫的位置 既期待 又怕受傷害 有一點點紅紅 對 我現在自己看不到 其實晴美鳳姐 這個部分就是造成一個 弱髮很大有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 當發炎現象越嚴重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弱髮情形 越嚴重了 所以頭皮要保持乾淨 毛狼要乾淨 對 所以首要做的第一個要件 就是要做到 沒錯 頭皮的部分可以看到邊邊 就是頭皮的地方 有一些微紅發炎的狀況 一般我們除了看頭皮的狀況 還會看有沒有一些脫屑的狀況 再來就是會看出髮跟細髮 OK 它這個平方公分裡面 它可以去幫你計算說 整個頭髮的數量 我剛才說過 平均來講 每平方公分 大概是120到150根 我們剛才做一個檢測出來的部分 看到是 您的部分是92根 偏少 不過這是在髮炫的位置 所以一般人在髮炫的位置 髮量都會稍微再少一點 再少一點 對 所以它頭皮 基本上算OK嗎 這 為什麼會發炎 為什麼 發炎的原因很多 當然男生來講 最常見的就是 受到雄性激素的影響 它會讓頭皮產生一些發炎的狀況 再進一步可能就跟清潔有關係 那是要吃消炎藥還是 不是消炎藥 一般來講頭皮 發炎不是說吃消炎藥就可以改善了 可能最主要清潔的部分還是要做 雄性激素引起的發炎 可能就要吃一些 抑制雄性激素的藥 是 那很糟 可是問題是有 這個過程我前一天參與過 以前我也有這種落法的問題 我跟柯凡哥也是一樣 是家族遺傳 曾經頭上的頭都已經快到沒有了 我每天看到去洗澡的時候 照到鏡子 我都快哭出來 你以前 也是一樣 但是你感覺很好 那是現在 那之前我曾經為了這個部分 我還去請求醫生開一個藥給我吃 大家都很熟 叫插配 結果我覺得男人最大的悲哀在哪裡 是 但我把大頭的問題搞好了 小頭變得不行了 男人好害怕 凸頭不是病 凸起來真要人命 不過我要稍微更正一下 就是吃這個藥 一般來說 它的確有可能引起這副作用 不過一般來說 它其實百分之一以下的人會發生 不是所有的人 百分之一 很難就弱的 是 又再差配 會不會 OK 我相信兩位都是長的 所以 也不用擔心 那現在她的問題知道了 OK 那換了 我來試試看 那我們立庸 立庸先生 其實我剛剛說的就是說 如果兩個光頭 會不會只要看你喜歡 因為你 有在運動 又黑 那如果像她這樣白白的 白白 淨淨的 就覺得 修型 感覺很像法師這樣 像修型 我們先來看這個造謠鏡 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她好粗 她也沒有 紅紅的 所以她的頭皮狀況是 基本上是OK的 出髮 我們通常看出髮 跟細髮的比例 一般來說如果說 六根的頭髮裡面 就有一根細髮的話 細髮代表細髮數量太多了 目前看起來狀況是還OK 她計算起來的部分 每平方公分是 98根的頭髮 多六根 是 多六根 我今天就沒辦法測 妳不用看 妳大概應該兩百根那麼多 沒有 頭髮很多 頭髮其實看起來量滿多的 是 感覺 是因為長 其實我頭髮量也不多 但是因為這樣子讓我更知道 頭皮的健康就很重要 怎麼樣了解頭髮的 比如說它的構造 組織 還有它的旅程 基本上很簡單 可以把頭髮分成兩個部分 這個是頭皮的部分 頭皮以上我們叫做髮根 頭皮以上我們叫做髮幹 其實最主要在頭髮的生長 它是在這個底端的部分 底端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 血管供應 其實這邊還會有一些神經供應 有一個肌肉 會連結住皮膚的部分 還有一個皮脂腺 這個皮脂腺分泌的狀況 就會影響到你頭皮出油的狀況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 皮脂腺的部分 分泌出來的油脂跟頭髮開口 是同一個開口 所以如果說 吃很多油炸的 高糖類的東西 皮脂腺分泌比較旺盛 這地方就會出油的狀況 就會變比較明顯 基本上頭髮的 這根頭髮的構造 70%到80%它是蛋白質 再來15%左右 它大概是水分 再來就是一些維生素跟礦物質 所以營養的部分 當然就是要注意蛋白質 水分要攝取足夠 然後礦物質跟維生素要攝取足夠 營養很厲害 它這樣講蛋白質 很多東西都有蛋白 什麼東西 肉類 魚 吃肉 蛋 吃魚 吃蛋 每天都在吃 但它怎麼傳達到頭皮上 透過這些 一樣是跟全身血液循環一樣 這些是血液循環 一樣會供給到根部的部分 然後讓它生長得好 一樣就吸收營養 譬如說有人吃太多甜了 我們現在講到說 有時候油炸吃太多 它講到頭髮部分 其實你油炸 甜吃太多 有時候胃複合不了 開始什麼胃酸什麼什麼都出來 問題就有 像頭皮的意思 你吸收了一些油炸太多 其實它到了剛剛講那個皮 皮脂線的部分 皮脂線之後 它就產生一些不好的 那就會影響到頭髮 其實營養 攝取 還有生活品質 都有關係 對 都有關係 對 其實掉髮的原因 我們簡單來說 當然最大宗來說 男性 男性是最大宗裡面 雄性突出最多的 這沒有遺傳 對 有遺產因素也有 有些人的確就是 跟遺傳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剛剛提過就是 一些雄性激素 它會讓你的頭皮發炎的狀況 變比較明顯 它會讓整個頭髮身長期變短 所以你頭髮一直在掉 一直在帶線 那炎形突 那種什麼 有人會炎形突 炎形突跟這個 沒有關係 對 另外一個 那個會是在 可能類似像疾病的這個部分 有一些頭皮本身的疾病 就是剛剛提到的炎形突 身體的疾病 可能有人像甲狀腺的問題等等 都會引起頭髮的這些帶線問題 癌症做化療也會掉 對 在藥物的部分 化療的藥物 也是會造成落髮的現象 周圍壓力也滿常會造成一些 休止期的落髮 就是一般的頭髮 我們剛剛提到 正常代謝 可能每天有一百根 它可能有壓力的情況下 身體很快要讓頭髮 進到這個落髮期 所以就會大量落髮 那飲食的部分剛剛提過了 如果有一些飲食做結石 你看 結石就是你 對 因為我常常 因為最近白雲哥瘦了 所以造成我們 以前有南榕祥北白雲 中客感之稱 榕祥哥走了 已經駕賀西歸了 這白雲哥瘦了四十公斤 所以搞得我壓力很大 所以我已經 大概在過年的時候 對 我就常常結石 我發現 如果結石超過兩個星期 就跟美鳳姐講的 就 那個營養不是很均衡的時候 是真的那個 急髮孔那個地方 那個頭髮掉比較多 對 會 真的會 所以 飲食很重要 再來美髮部分指的就是染燙髮 這些髮器 勢必是對頭髮的頭皮 都會造成傷害 所以當然可以避免的話 就盡量 現在誰不染髮 沒錯 還有 有白頭髮也要染 對 是 這個後續可以再來談 女性掉髮其實主要是指的 像懷孕 懷孕期本身就會掉髮 懷孕生產後 整個荷蒙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之後也會產生一個掉髮現象 那最後就是比如說 他需要騎摩托車 戴安全帽或者是 運動 對 運動的部分 會有一些 長期把 有人喜歡戴髮片什麼的 長期 就某些資理藝人喜歡戴髮片 但是其實就是說 運動帽 你要保持有一點透氣 而且乾淨 就算你戴髮片 你要適時的髮片要乾淨 適時的情況之下 那你如果是 一直冒汗 出油 然後又不洗 然後髮片繼續用 帽子繼續戴 那其實也是一個 狀況真的很糟糕 以前戴帽子那一段階段 我發現 帽子戴越多 落髮的問題越嚴重 因為後來我體會到一個道理 就好像我們一個盆栽 這個土腦是鬆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顆盆栽 會長得特別茂盛 當你把土腦上面 去覆蓋了一層油 兩天之後植物就死了 有同樣的一個道理 會掉頭髮的這個演變 到底是怎麼來的 雄性凸的一個圖的部分 它有分 這個我們叫做 有很多Stage 從一到七 大家可以看圖 其實一是所謂的 青春期的頭髮 這個其實嚴格來講 它不算是有凸頭的情況 是 二其實你可以發現 它的 它從前面看這個M的位置 有一點點 往上 往上進展 這個真的很像 尼苦拉斯凱 這個 好想 二其實 嚴格來說 它只是稍微進展了一點 所以它也是非常輕微的部分 到了三就是要開始比較小心了 就是一般我們定義 雄性凸到Stage 3的時候 就是已經算是開始要有警訓了 它這個髮線已經更往上 側邊的頭髮也會有一點點 下降的部分 四的部分 頂端開始有稀疏了 對 已經有地中海形形成 前面加後面了 是的 前面有繼續往上 然後中間 最頂端的地方 也開始做一些稀疏的狀況 那個英國王子 對 威靈 威靈大概 有一點類似 它應該就是已經到 沒有 它應該5了 它可能有比較後日 對於5到6之間 差不多了 因為像到6的話 其實就是你 前面跟後面已經快要接在一起了 對 基本上前後已經快要香氣 這邊香氣的地方都是稀疏了 漆的話就是整片都沒有 然後包括還 耳上的部分的頭髮也都下降了 好 我們現在看了這個圖片 聽說利庸先生就是說 早期你的照片 也有頭髮很少的時候 其實老師說美鳳姐 我看到鄭醫生這個圖卡 讓我想到我那個不堪回首的 真的嗎 那個克帆哥也一樣 我也是一個家族遺傳的人 我爸爸真的也是頭頂上沒有毛 然後我們家三個兄弟 都是男孩子 隨著我們的年齡增長 財富沒有很增長 可是頭髮不斷地在弱 尤其您看 一件事情 就是我後面 來看看我這個頭髮的一個部分 這是你 真的不想拿出來 您看一下 很重要 這是我在30多歲 快接近40歲的時候 我們全家拍的一個 全家婦人的照片 那是你爸爸 這是我父親 你一直比說你在以前 我想說你30幾歲的時候 對 30多歲 頭髮比較少的時候 等一下 那個全家婦的照片 這是我全家婦 你是 我是老大 你是在 然後這是我大弟 這是我小弟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頭髮是越來越少的 你看我在30多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 這個 是不是恩情社會的一個代表 你現在年輕很多 這個大概到3或4了 真的 而且那時候 您說第一個 我沒有自信 第二個我長得又不像 柯帆哥這麼帥 然後我如果把整個頭髮剃光的話 那是不能看的 不會啦 真的 但是有頭髮是真的不一樣 有頭髮 那真的 他沒頭髮那時候 擦得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我覺得一件事 如果你選到一個好的方法 你後來是怎麼樣改善 是 這個東西我真的研究很久 因為什麼偏方我都試過 甚至我看了一個廣告說 什麼拔獅子的周毛就可以怎麼樣 我帶我兒子去動物園 擦進床著那個獅子龍 也有這種心情 可是我到了一次 到了以色列 我到以色列 我發現有一件事情 什麼樣的事情 以色列的人的頭髮 為什麼都這麼多 這麼茂盛 然後我去看了很多的醫學報道 也去研究了很多的一個文獻 我突然發現到一件事情 來自於死海 以色列最有名的就叫死海 只要你換了一個洗髮精 你有機會可以獲得新生 這個洗髮精很神奇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 它來自於這個埃及死海的一個神秘力量 現在很流行叫做什麼 什麼那個美容鳥法對不對 它把裡面的八十多種一個微量元素 提煉了二十多種出來 變成一種活化的因子 可以讓我們去啟動一種生命的開關 而且更重要一件事 這一個洗髮精裡面 它是天然的 因為我們現在在使用很多 一般所謂的清潔品是化學 化學很容易去傷害我們 那我們用一個天然的鏈 它裡面包含有什麼 第一個 琉璃聚油 琉璃聚油它能夠做到 剛剛醫生一直在說到一個 深層清潔很重要 第二個一個部分 它又包含什麼 雷公根 當你去促進一些活化的一種力量 把所有養分 送到每一個 你所需要的一個地方 這時候它的力量就出來了 第三個剛才所說的 當它去啟動一種 生長的力量的時候 你在新生的頭髮 它也能夠去顧得住 因為它裡面含有什麼 含有叫做天然的這個 印度聖果 阿母果 當這個力量合併在一起的時候 您就發現 你只要換一個洗髮精 正確地洗頭的一個方式 可以得到像這樣子的一種效果 尤其是當我在當地有看到它 很棒的一件事 在很多的醫美的通路 甚至於一種平價的一個 開價的一個地方 都看到到這個洗髮精的一個聲音 因為他們那個死海 就是你說那個是他們天 對天然最多的資源 對 當初我還沒在使用的時候 我會發現一件事 剛才醫生的圖卡上面 我前額慢慢往後移 變成恩行社會 我的頭髮越來越細 一抓就掉 去洗澡 然後整個浴室都不通的時候 現在換了這個洗髮精 我會發現 都不見了 而且你會發現 在使用的時候 尤其當我使用第一次 頭皮清爽那種感覺 我舉一個比喻 像什麼 你鼻塞好久了 突然之間鼻塞被打開 那種全身通體舒暢的感覺 你說你的毛孔已經被打開了 被打開了 徹底深層清潔 真的會呼吸那種感覺 尤其是很清爽 洗完之後 你頭髮出油的狀況 獲得很大的改善 而且你會發現 當頭髮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種蓬鬆 茂密 空氣感 一次到位了 而且我覺得很棒的時候 我又看到很多的醫學報導 針對這樣的一個產品 它找了 上市之前找了200人的一個測試 那種滿意度都高達95% 你想看棒不棒 對 美鳳姐 我就常常在想 你看 死海 一般的那種水潭 如果水沒有流動 那就很快就湊掉了 對 但是死海為什麼說 還可以就是 還有很多人在裡面游泳 真的 然後人都 就還會浮起來那一種 其實死海 它來自一個神秘的力量 來自於哪裡 第一個 它大氣壓力特別高 尤其你看 整個這一個死海 它是低於海平面的400公尺 在這個不會流通的一個地方 它卻變成裡面有 含有非常多種的一個 生命的微量元素 所以你看現在死海的一個療法 變成美容 最夯的一個地方 也有人稱之為 它是神的應許的國度和產品 厲害了 它研發出很多不同的保養品 頭皮的或是身上的 好 重點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 工作壓力很大 其實也知道說 要怎麼樣照顧自己 只是不知道有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自己生活更好 藉由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享每一個的經驗 頭髮或是說乾淨 其實我覺得人第一眼 其實我覺得頭髮是 好像是 第一組觀的 第一組觀的 人的靈魂頂上五毛 有時候是會比較尷尬 或是造型也比較沒那麼好看 所以如果 看我們節目之後 你想要改善 讓你的頭皮乾淨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那你要選對很好的清潔用品 然後能夠讓你保持乾淨 那你就會有機會這個通了 通了就會成長得很好 對不對 好 非常謝謝三位的光臨 謝謝 謝謝美鳳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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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最好 最好一個例子 是 對不對